再來就是這個水管有流水的效果出來 另外還有就是說這個背後會有一個比較小的水管在後面 而且形成不透明的這種狀態 這個效果要怎麼做 我們慢慢再來看一下 同學可以把音量降低嗎? 這個流水的效果要怎麼做出來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一樣切到完成的畫面 我們切到剛剛這個畫面 我想你們已經做完這個效果 第一個就是把這個水管把它貼過來 第二個背景模糊並且飽和度降低 第三個水特別注意 不過這一題它還蠻貼心 就是這個水的部分 他擔心說你沒有辦法畫出這個 其實你可以用那個橢圓工具 自己畫一個類似像一個圈圈 那怎麼樣把它往下流水的效果出來 其實這個效果非常簡單 你可以透過在工具裡面 特別注意用的是哪一個呢? 在這個水滴的效果的指尖工具這個 那這個指尖工具非常簡單 就是說你只要點選指尖工具之後 這是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你的塗層一定要選這個Water 而且這個Water 預設是沒有打開的 它其實這樣已經幫你做好了 那如果將來你自己要做的話 你可以新增一個塗層 然後畫一個橢圓形 之後的話怎麼做啊? 把它打開啦 你預設已經有打開了 然後呢 利用這個特別注意喔 指尖工具這個地方 那它的預設這個刷子的那個直徑比較小 所以預設如果大概十次幾的話 你會發現這樣刷 它會流 但是這個恐怕要做很久 那怎麼辦呢? 你希望那個流水比較強一點的話 那很簡單嘛 你就把這個直徑大概加大 大概加到40吧 你自己調一下 40左右呢 你會發現這個流水就有沒有快一點點了 那當然你也不要加得太大 因為你太大的話 變成流水會太多 會變這樣子 這個有點太過頭了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大概就是選擇 差不多40左右的那個直徑 然後呢 接著往下 讓它有這個流水的效果出來 OK 那要越自然越好 另外的話呢 前面可以先用40或大一點的 然後底下的話再慢慢變小 為什麼你會翻旁邊這個地方 之後的話會比較 之後比較小的話 你可以再把它這個直徑 稍微降低一點點 降低之後再來 讓它垂直的往下 這樣子的話呢 它太多了 那你再把它降低 讓它有那個流水 慢慢流下來那個狀態 有沒有那個 不過這個還是一樣 要花一點時間 盡量做出來 跟這個越像越好 所以其實它是利用那個指尖 特別是利用這個指尖工具 記得不要選錯了 然後呢 再來這邊 透過那個直徑的改變 去增加它的這個效果 不要像有些同學選錯塗層 記得我剛剛還有做一件事 就是把這個眼睛打開 另外的話塗層不要選錯 如果你塗層選錯的話 即便眼睛打開 像之前有同學是這樣的 他可能刷的時候呢 想說直接就沒有選塗層 直接這樣刷會變這樣子 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塗層是在水管 所以你一刷變成水管 往下 所以特別注意 不要選錯了 這個效果其實還蠻有趣的 它會有那種 這好像又是另外一種效果出來了 如果你今天這邊是一個人的臉的話 感覺好像會是另外一個效果 OK 不過不是這樣子 如果你做出來 你把它Ctrl-Auto-Z 把它復原一下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水管效果就做出來了 那如果你意猶未盡的話 你也可以試試看 這個Water塗層 你也可以把它丟掉 然後呢 自己怎麼樣 再去做一個 用那個什麼呢 用這邊有一個叫橢圓工具 自己畫一個圈圈 自己來做 也可以的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一下 這個水管 讓它有一個流水的效果出現 是 就是說 特別做塗層不要搞錯了 如果說今天呢 你那個 前面中間這個地方 原來那一點有沒有 如果要自己產生的話 也非常簡單 怎麼產生 第一個 先給它一個新的圖層 特別注意 Photoshop的觀念 你要慢慢有建立圖層觀念 因為剛剛有同學一樣 選了水管結果一拉 奇怪 水管整個就歪掉了 對不對 所以特別注意 先要建一個圖層 然後做什麼呢 就是先給它一個什麼 一個橢圓 這個橢圓 請各位注意一下 一般它的觀念 就是說 下面這個工具 也是 等於是大的項目 細的部分的話 就會在這邊出現 細項都會在這邊出現 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點的這個地方 請你看一下 上面有工具 也會跟著改變 那比如說我顏色 希望是白色的話 也許 預設是黑色啦 你可以點擊這邊有個顏色有沒有 那你本來是黑色嘛 你就把黑色 往上拉 拉到白色的地方 拉到左上角就是白的 右下角就黑的嘛 反正看你要怎麼拉 找個顏色就對了 剛好同學說 水的顏色比較接近 大概白色吧 不然你用藍 藍的話 你自己再去抓一個水藍色好了 反正就找個接近的顏色就可以了 你想說 我的水是有點像淡藍色 那你自己再去瞧啦 不過實在 因為要說真的 我的主要專業不在這裡 我講過了 不過基本 但是我對顏色辨識 也不是很強烈 所以可能 每個人 每個人要找出自己的強項 如果你對顏色非常敏感的同學 我建議你可以把Photoshop好好學 但是如果你不是的話 你就找一個你比較強的 我現在很多時候是教程式設計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在程式設計方面 感覺好像比別人多一點點東西 為什麼 因為我看那個程式 別人看得很辛苦 我發現我看一下 怎麼馬上就可以進入狀況了 有些人不會耶 可是我覺得我看很快 兩下都看完了 可是為什麼有些人看很久 還看不太重點 所以你要找到一個是 你比較強 而且 除了你比較強的特點之外的話 你還有興趣 而且那個興趣的話 可以讓你 就是廢寢忘食 就是 以前我寫程式 我真的是廢寢忘食 我可以寫程式寫到 要為了解決個問題 睡在鍵盤上面 醒來的時候 我的臉上是有鍵盤印的 如果你可以做到這樣子 我覺得你要做一件事情 我想應該因為很快樂 所以你不會覺得累 那也不會覺得這工作很不輕 所以我現在教人家寫程式 我覺得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因為對我來說 簡直是跟吃飯 跟呼吸一樣簡單 那這樣不是很快樂 就像如果你對於色彩也是一樣 有這麼強烈的感覺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把Photoshop好好學 因為這個東西可以成為你一個 一技之長 好 按確定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的話 你有一個橢圓 然後有一個顏色 接下來請你在這個地方拉一個 拉一個圈圈 多大 請你自己斟酌一下 就這麼大 OK 接下來的話請不要急著 不要急著用這個 拉這樣是 靜止的 請你在這個圖層上按右鍵 把它怎麼樣 點正化 因為它預設是向亮的 也就是說 顏色形狀都是模擬出來的 它還不是點 所以你要把它變成點正的話 必須在這邊 記得在這邊按右鍵 把它點正化向亮遮瑟片 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變成點正了 那我們這個時候呢 一樣用這個刷子 看你要多大的刷子有沒有 把它刷一下 你會發現 有沒有 有沒有流水出來了 OK 這支也可以做出來 對不對 所以以後呢 你希望有那個流水的效果 馬上可以做出來 只是說呢 我們原來的這個 外面還有一個框框 這個框框 你就是利用那個 前面有一題那個什麼 102 不是有一個那個 宋春嗎 宋春不是有陰影嗎 類似像這樣的效果 把它做上 就有這個陰影出現 只是說它的陰影是 這個這個藍色 OK 那其他我想都一樣 所以你看 哪一個效果比較好呢 你就用哪一個 我覺得我們自己做的這個效果 還蠻不錯的 OK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給各位參考 我主要是用哪一個 第一個 這邊有一個 這個 叫做 橢圓形的選舉 這個叫做 橢圓的那個工具 叫橢圓工具 然後上面畫變顏色 記得喔 主要在這邊按右鍵 它有一個怎麼樣 就是那個 點證 把它 關閉遮色片的效果 然後呢 就可以去畫那個效果出來了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最後還有剩下就是說 在後面 增加一個什麼 一個小小的水管 那這個小小水管怎麼做出來 題目裡面呢 要我們做出 大概幾個動作 就是針對那個圖層1 其實就是水管喔 它的寬跟高都要縮小 所以你看到寬跟高縮小 你就要記得一個快速鍵 這個好像從那個國旗那個範例一直到現在喔 都有沒有 Ctrl T 有沒有 還記得吧 如果你以後要記得要放大或縮小的話 記得用Ctrl T 然後呢 原來的60% 那你就把那個寬跟高給鎖起來 並且改成60% 那不透明度 特別注意喔 它不透明度預設呢 是100% 也就是說呢 完全可以看得到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半透明的話 大概有點65%的味道的話 那特別注意喔 你可以去更改 那怎麼更改喔 這個我想等一下再來看喔 你也可以試試看 如何把這個水管 再複製一個 變成另外 這個有點半透明 65% 它預設是100% 你把它改成65% 並且縮小 放在後面 這個效果怎麼做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喔 來把畫面先還給各位喔 那也可以試試看喔 如果你今天呢 希望在那個水管那個地方 增加一個流水的效果出來的話 好 好